基隆火車站前的記憶性橋拆除計畫 抽前18小時完工 21號早上恢復正常通勤 警方趕緊到場指揮交通 拆橋前後比一比 拆除前盤踞基隆車站對面的聚龍路橋 四通八達 讓民眾星座相當便利 拆除完後天際線瞬間變亮 不過處在過渡時期 民眾卻認為相當不方便 沒有後面 現在要在北區站 我們在北區站走三南線 就是繞一圈就對了 對 要繞一圈 會不會有人不知道怎麼走 有 有 還是會問 其實記憶性路橋從1972年完工至今 陪伴基隆人近半個世紀 他串聯車站到市區 是不少基隆人必經之路 不過現在基隆車站附近 要太久換新 打造成嶄新的國門廣場 不少基隆人在拆除前一天 趕緊到場支持 橋上走道掛上滿滿的小卡片 感受到基隆人青春回憶的眷戀 他如果為了方便 他拆掉桶建一個新的 比較會比較好 記憶性路橋正式走入歷史 不過現在處於過渡時期 市民得走斑馬線繞一大圈 現在些許的不便利 未來才可以換來美麗的國門廣場 記者朱丁蓉召佩與基隆採訪報導